准宗赖清德22号视察空军航特部在520就任之前 没有总统蔡英文陪在旁边 由于现任的副总统当选为下一任的总统 又是首次的案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赖清德副总统在副总统任内的时候 可能就比较少直接参与这个总统同参权的行使 副总统独自视察军事单位还是第一回而陪着赖清德的 包括国安会副秘书长刘德金 以及总统府副秘书长黄崇业 是否也意味留任机会高出一些 国防或国安议题上 赖清德准总统更是已经做足了准备 来承接小英总统整套的国防与国安战略 我想他的训练是有的 他不是一张白纸 基本上我想赖总统也应该还是一样的 本质一个务实走中道非常审慎的一个路线 不过除了筹备 自己的执政团队无论临当天就职演说可不能随便 但该怎么写 写演传出是隔魁可能人选的 中研院院士朱敬一就主动的说 如果要帮中华民国总统写就职演说要如何写 才能让人民放心跳虎安心 以让维尼安静 似乎也在提醒准总统不妨考虑自己 TVBS与其他一位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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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